第一次 我睡了 庆祝一下 不然我們去祖屋 那我帶著奶奶和姑姑一起吧 走 是啊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是在等你的女朋友 當然了 我在等我女朋友 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 不然我女朋友出来 看见这个样子 一定会吃醋的 胡说八道 我哪有那么小气啊 来 你喜欢喝的 谢谢 太爽了 考得怎么样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遇到好的老师 想不拿高分都难 而且你知道吗 有一道题 是我们在美术馆的项目里 遇到过的问题 我很轻松就答上来了 是吗 你说这是 你怎么突然会笑了 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你笑了 我以前不会笑 我这不就是为了 配合你高兴的情绪吗 让你放松放松 我还以为你 你以为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 终于考完了 我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的话 不然我们去 祖屋 那我带着奶奶姑姑一起吧 好啊 走 妈妈 睡着了 妈 妈妈 睡着了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你猜 喂 这条路我好像认识 咱们是不是回家了 对 咱们就是要回家 回家了 回家喽 回家了 太把我妈给高兴的 太把我妈给高兴了 这跟我们原来的房子 简直是一拨一样啊 妈 你快来看看 是不是 还认不认得出了 这是我们的家 怎么能不认识呢 真的 太好了 墙和地基呢 已经建好了 外观也不会改变太多 只要奶奶看上眼 就能认出这是咱们家 晓妮啊 你现在也是出息了 真高兴 那你爸爸都没有 完成的事情 你让你完成了 姑姑说到这个 就激动 姑姑 这是高兴的事 咱不难过了啊 不难过不说了 顾总啊 我也知道啊 咱们今天这个家 你是一大部分的功劳 但不管怎么说呢 看在你是我们 将来一家人的份上 姑姑这就 不跟你感谢了 不用客气了 姑姑 姑姑 说什么呢 顾川 今天那些工人 怎么都不在啊 他们今天休息 那明天过来的时候 要跟他们叮嘱一下 这次防水层做得不够 这院子一收拾啊 多漂亮啊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我得去看看老邻居 妈 你不要吓我 你怎么现在不糊涂了啊 老说我糊涂 我爱听 我爱听 百听 谁家我不认识啊 好 行行行 那你爱家爱户的 一个个带我再去认识 认识行不行啊 我这么多年都没见了 我都不认识嘞 娘娘 妈 妈 你别吓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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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